大家好 我是小林 我们每日一说 必然要说说楼市 楼市不能不说 要从哪里说起来 今天说到央行转向 我们中共官员也是说话像吃屎一样的 反正说话不算数的 前十天 一两个星期之前 才央行来了个副行长 叫陈雨露 这样这个官员才说 我们货币政策不会急转弯的 要维持稳定 六保六稳 结果这两天就跑出来一个 政策央行的政策委员会委员 究竟是副行长大 还是这个政策委员会委员大 我们搞不清楚 究竟哪个官大 反正现在这个跑出来一个委员叫马骏 这个马骏又又来了一个转弯 这两天四天 我们看到这我有一个数据 四天抽水抽了六千个亿 从市场上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股市暴跌 这个主要 但是它主要不是要打击股市 它主要目标是要打击楼市来的 这个说到这里呢 就是 它因为它抽水啊 反正很多东西都暴跌的很厉害了 这怎么暴跌 大家可以打开股市看看啊 但是这里我主要是要给大家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就是有的朋友说哎 你推荐别人买股票好不好啊 什么我当然我在这里说明白啊 能移民最好是移民啊 你有一百几十万在在外面搞个小生意啊对吧 然后日本可以的 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才才三十多万啊 那就搞成了 在外面开个小店 那身份搞定了 移民搞定了 做生意也搞定了 那那那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有有条件肯定是移民啊 投资在自己身上 你少吸几口买 我告诉你 活长几年命 多收几年社保退休金 那你赚了命又赚了钱 那是不是最好啊 对吧 你有时候 我就给你算退休金 你在中国活不活得长 你自己想啊 就这个问题 这就是钱 是吧 也很多 你不要只看着眼前的这个钱 你如果活不长 你供了几十年的社保 你全是给共产党做嫁衣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是吧 很多隐性的钱 你看不到的 不要只看着表面的钱 然后 说有的朋友说股市啊 股市很不好 那我告诉你 楼也有不好的时候 反正只要你操作错误了 楼房啊 亏得比股票还厉害 有时候你股票大不了 跌一两个涨 跌停板 你哥别 对吧 我告诉你 房子有时候搞得你倾家荡产 我给大家说说这个成都商报啊 成都商报的一个新闻啊里面说到呃一个广州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非常典型啊 给大家说说这个广州的案例呢 本来有是有一个红呃 刘女士啊 姓刘的呃 他现在就折腾这个房子折腾的不行了啊 他本来看中一个300多万的房子在广州的黄浦区啊 在广州上班的刘女士呃 看了好多房子最后决定了一套300多万的房子 他自己给了100多万的首付啊 然后签那个合同呃 然后贷款180万 到现在为止他付出去了100多万 然后他后面的这个贷款一直贷不下来啊 就然后放款慢 然后慢到什么呢 主要问题是形成了违约啊 因为这个这个呃 他房东了 因为他他不给完尾款呢 这个刘女士是不能入住的啊 也就是他100多万给出去了 这 这个贷款又没办下来 他100多万压在这里大半年了 你想想嘛 你吃个利息也好 做个小理财也好 就稳稳稳当当当的理财也好 拿这个大半年这100多万也赚不少钱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呃 这个刘女士也不容易啊 现在主要是他的贷款没办下来 而导致了一个违约 当时他签约了就这个买卖合同呢 呃 他有一点时间约束的嘛 他都是这样的 比如比如 因为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贷款这里买卖房 现在基本上你买卖房你不贷款 你不太可能啊 你全款买房很少啊 非常少 然后他都有约束时间的嘛 不然你你 比如你要按时配合去做贷款啊 你要配合去去过户啊 很多东西你要配合的双方配合 所以他通常又有时间限制在合同里面 不可能不给你时间限制 不然你拖着不去办贷款 那房东也吃亏啊 所以一般来讲不收完尾款 那个房东也不会给你住的啊 给你住我要算租金啊 因为你不给完尾款 这个房子还 就是你你还没有完整的产权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申请贷款 这里由银行决定 对吧 有时候银行也没钱 银行那个额度也很紧张对吧 现在说到 然后我们再说房东这边 房东这边是这样的情况啊 房东这边 他本来也也是抵押了 我告诉你这个 因为中国搞商品房财了几十年 怎么改革开放就了三十年三四十年 搞商品房也就这几十年的事啊 所以你一般来讲做个做个按揭的有三十年嘛 对吧 所以很多你现在卖出来的房子 有时候有些人他虽然是选款的 但他也有时候生意需要钱 那各方面他也做了抵押了 所以现在上市面上你看到的所有这些房产 一般来讲啊 那都是 都是有抵押的 他都不是就直接你给钱 然后他就把房子给你 没有这么简单 他也他也有一个手续叫什么呢 叫解押 他的抵押呢 要 要给一笔钱进去 先把这个他的贷款还清 要他的贷款还清呢 他解压的 向银行申请解压 要把把这个抵押的去掉啊 注销掉 然后再给你过户 对吧 呃 这里就这个房东呢 他本来也有抵押啊 本来有抵押 他就 他自己没这么多钱啊 这个对吧 没这么多钱 他就又跟那种贷款公司啊 金融公司 呃做了这种叫做电资熟房啊 电资过桥啊 这样这样的手续 然后这就每个月要给三个点的利息啊 非常厉害啊 民间贷款三十六个点一年 呃 然后啊 这个房东 所以就非常急 这个刘女士的贷款 几个月办不下来 你想想他解压一个月 然后等你刘女士的放贷款 等了这么四五个月 每一贷款都没下来 从去年十一月申请到今年 几个月 一百多万的贷款 呃 一个月三个点 一百八十万 我算你 他贷款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贷款 一个月两万块 对吧 我不是 我六万了 一百八十万 三个点一个月 差不多五万多六万块的一个月的 利息 然后六万块一个月 三个月就十八万啊 所以这个房东也急 急得不得了 他也没办法啊 他就让这个刘女士尽快的办 然后要 但是叫了很多次 反正也不行啊 我现在 我没办法了 你这个首付 我我是不管啊 我首付也要了你的 定金也要了你的 然后现在你违约啊 这个房东没 这个 就也心肠不太好啊 他就强行的 因为你首付我拿了 但是房东也有房东的难处 房东的难处在哪里呢 因为办贷款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把房产人过户给他了 然后过户之后 他他实际是名义上 他他名下的房产就没有了 你明白吗 名义上房产的过户到刘女士那里去了 那就 就就就就 就大双方卡的死死的 刘女士呢 给了首付 然后 贷款漫不下来 房子也没得住 这首付一百多万 我确实也给出去了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房东啊 房东说不是首付 就他他也 他肯定要压着 因为我我房产证就过户给你了 房子所以双方都双输 我告诉你 就这里几十万的利息 一来一回 双方都吃不消 所以双方都倾家荡产 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 然后就现在这个房东要告这个刘女士 然后又打官司啊 东扯西扯啊 对吧 所以就双方损失可以说都十分巨大 有时候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 我告诉你 就就是这个买房涉及到原来的房东有贷款 然后他要解压 然后他解压 这个一直这个贷款利息都在吃 我卖了个房 你想想我净值可能就那一百几十万 然后你利息吃的我几十万 中介费可能这里吃一点 那里吃一点 那里吃一点 我卖个房最后我到手没多少 你别看那三百多万的房子 我到手我剩下个二三十万四三四十万 其实真到手就这么一点 各种盘剥金融环节的盘剥 这个政府税费环节的盘剥 这个买家也不容易 我一百多万我本来拿在手 我是个中产阶级 我现在整了一百多万出去 房子也没得 然后贷款也没办下来 房子也没得住 对吧 你说呗 是吧 我也吃大亏 买家也吃大亏 卖家也吃大亏 就来源于这个贷款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贷款一旦卡得紧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上次我是不是放着主要的主题 这次我整个文章我以这个为主题 所以我是再强调一遍 现在的贷款非常难办 如果你买卖房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非常小心对于这个贷款 那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觉得优点参考 加值得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